作詞曲 李宗盛 八九歲開始就學二胡 二胡就是媽媽喜歡聽 我就自願去學一件事 考了北京音樂學院的九級試 小提琴因為媽媽叫我學 就考了皇家音樂學院的八級試 我會覺得很理索 當然已經覺得 這是我的應該要做的事 所以其實練琴也可能會變成禮行公司 可能每一隻十分鐘的手指這樣動 就會變得真的很枯燥 暑假我就看到拳擊的推廣板 我就報了名參加 放了學偷偷地去練練 然後就回家 身邊是完全沒有人接觸拳擊這個運動 最好奇的是 為什麼打人也可以成為一種運動 當我學打拳的時候 認識到Fashion這個字的意思 真的練到最辛苦的時候 其實我心底裡也是開心的 從中學畢業開始做顛職 做錢 就想試試去其他地方 把我的基礎打得好一點 跟我媽媽商量 我說我從小到大都算聽你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年時間去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 她說yes之後 我就馬上衝去買火車票 坐9小時就去到寧科訓練 因為這件事 整個人都改變了 這件事我就死都咬不放 即使沒有教練 我也不願意放棄 所以身邊的人都會跟我說 沒可能 你想得太遠 你太大上頭 當我一直走這條路的時候 我都會發覺原來有很多 本身無可能的事都會變成有可能 沒有打拳擊的話 我會繼續努力達成大家對我的希望 希望我成為怎樣的林海明 因為拳擊 做自己 心目中想做的自己 也很期待對台上代表我的可能